綠男的推動也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8月6號星期二 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雅 國會擴權釋憲案 憲法法庭今天進行言辭辯論 非常艱涩的憲法 最帥律師李全核 他是用最火燙的新聞 用時事梗來打臉藍白 讓你一目了然 汪小玲說的林洋佩是 中國人的驕傲 這一番爭議的言論 他就提出說 如果部會首長來回答說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不然是什麼人 這樣算不算是反質詢 如果構成反質詢的話 是不是又不尊重 個人的國族認同 如果又不是的話 請問你什麼叫做反質詢 面對行政院律師的強攻 黃國昌的部分 我們看到他就只能在那邊扯說 這個就是綠能 你不能 不公平 上一次他已經被尤博翔大法官 是點名說 你問題沒回答 要回去再補考卷 但這一次尤博翔大法官 直接就戳黃國昌 那修法的程序沒有記名表決 只是用舉手來做一個表決 怎麼樣對選民來負責 黃國昌的說法是直播 已經都直播給觀眾朋友 給國人同胞看了 這樣可以取代議事務 這個又被吐槽 他說的 接著他就講說 雖然我的答案你不滿意 但是我的確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黃國昌看起來比較像是說 我委婉 我在耍脾氣 不像是在就事論事 說到不就事論事 我們要來看的是 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林濤 他被報在訪美期間耍官威 外交部在七月中旬的時候 有籌組一個是跨黨派代表團到美國去 林濤是被週刊給爆料說 因為他不滿行程 說什麼偏心執政黨 偏心民進黨 購物的時間又不夠 直接事當批說 我們的外交官敢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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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而且還揚揚說 我要找徐巧欣來修理你 今天林濤怎麼說 稍好我們來看 說到徐巧欣 立院修會之後 徐巧欣好久都沒有搶攻新聞版面 有網友是在PTT曝光了很多張說 綠營藥繳進出 鄭文燦在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關底的一些照片 那一有所指的說 怎麼離開的時候 手上都提一個紙袋 是代表什麼呢 接著國民黨的王鴻威 還有廖偉翔就跟進在質疑 他們也一樣是 有這個看圖說故事的味道 那之前王毅川有被跟拍 徐曉星爆料說 這個是民眾提供的 那這之間有沒有什麼 起人疑鬥的陰謀呢 稍後我們要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各位好 大家好 歡迎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以及我們那個跟拍的比海林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大家好 周首編來介紹 知晟美舔陳東好 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台北市議員趙義翔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顯 大家好 稍後還有律師陳軍委 以及這個網紅四叉貓會加入討論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那今天在憲法法庭的部分的言辭辯論 李權和律師又再度的圈粉了 那他是講了什麼東西 結合了時事梗 來打臉翁曉琳 我們先一起來看 因為鄉對委員有說 要來一個憲法大辯論 所以我們認為 參著各方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們認為這個核心的部分打勾 維新的部分我們就打X 那大家如果看到畫面上沒有打勾的部分 不是我們物質 不是我們刻意挑選 因為昨天為止上去的書座 就真的是長這樣 再試想一個案例情況 就是說假設今天 這個前天這個奧運得到金牌 領養得到金牌 大家都非常開心 這難得是台灣人可以整體 就不分黨派不分族群 共同為一件事情加油 實在是令人很感動 如果有一個部會首長 他就也因為太感動了 所以他就是在自己的臉書寫說 好 這個恭喜林洋 台灣之光 不過同時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寫說 恭喜林洋 中國人的榮耀 好 結果這個部長就被請到立院去做質詢 立委就問他說 欸 請問部長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部長 還是中國的部長 你認為林洋之光到底是台灣之光 還是中國人的榮耀 這時候如果部長就這樣子回答他說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布蘭是什麼人 好 請問 布蘭是什麼人這句話是不是反諮詢 如果是 難道國族自我認同議題不能被尊重被討論嗎 如果這不是反諮詢 那又什麼會是反諮詢 我們其實很想請教委員 這種回應方式如果搬到立法院質詢台上 會不會被禁止人處罰 這因為結合了14個 所以大家一聽就非常的有印象 而且昨天翁曉禮這個事情 才吵得沸沸揚揚 今天還繼續 而且憲法法庭之前 大家要問翁曉禮說 你到底有沒有搞錯 你那句話講的是對的嗎 這個其實爭議還在延燒 那我們看到李權和律師 他其實有出示一張圖 這張圖上面是 鑑定人跟法庭的這些關心的朋友 他們的意見整理 話說到一半 術方子彈飛來 那打差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是有違反憲法 但打勾代表何憲 那目前這個通篇的表格上面 沒有看到打勾 大家都覺得是有違憲的 這可以討論 因為黃國昌說來啊 來憲法大辯論 但是我們看 李綠拿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有一個憑據在的 黃國昌拿的是什麼 綠能 你不能 他拿的是標語 他拿的不是實質的那一些細節 根據 不是講法律語言 川哥你也看了整個上半天的精華 你幫我們來做重點評論 今天上半天大家體力比較好 所以講話都比較大聲 到會兒大家都比較安靜 可能有人想要睡了 所以今天下午的衝突 就變比較少了 今天早上有幾個亮點 剛剛講這個全和歐霸 這個李全和律師 他就拿了這個十四梗 叮一下翁曉靈 翁曉靈實在是 實在是有到誰去遇到李全和 然後一叮下去之後 翁曉靈也不知道說什麼 重點是 還有人拿陳春生大法官的解釋 拿來引用 對 就一趟 所以今天翁曉靈算是這一場裡頭 被關注 被針對比較慘的 那第二個當然吳宗憲 吳宗憲今天表現是全場最好的 全場最好 不是全場 是他們的 沒有 因為他今天 比給他評價太高了 因為他今天什麼話都沒講 就沒有出包 所以就是今天沒有被扣分 今天吳宗憲 你今天看得不夠認真 因為我看到他講這個 我有嚇到 這個是吳宗憲整理出來的一個 他有PowerPoint 然後就會在鏡面上呈現 他說五權憲法 你可以想像就是 五條狗 對 五條狗 我們權力就是要分開 就是五條狗 就是五個權力的意思 然後這個五條狗 狗去咬狗 他其實他是引用湯德中教授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其實是說 五條狗他有制衡 他會制衡 但是如果說一條狗 出現侵蝕黃狗 他把其他狗都吃光的話 我跟你講 明天大概就吃你了 這話講超好的 他是不是在修理他們自己 因為今天大法官 有特別指定一條 要吳宗憲回答 可是被葉慶元搶答 今天另外一個特別是葉慶元 葉慶元因為他比較看起來 比較個人英雄主義 沒有團隊精神 因為他是後來加入的 他算救援的 就是那牛朋友戀頭 上來救援的 他上來救援 今天黃國昌被訂到一體的時候 黃國昌 尤波講不是說 等一下你講那麼久 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因為現在剩下兩分半 我先跟你講我問的是什麼 然後他講到 他講了大概30秒之後 尤波講說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這個黃國昌說 我有回答了 我有回答是你聽不懂什麼什麼 然後接下來翁曉玲就要搶答 葉慶元要搶答 黃國昌把葉慶元制止 我講就好 你差什麼座 意思就是說葉慶元 你也沒比我還好 可是今天我覺得 葉慶元算表現不錯 因為他今天負責開啟戰火 他今天講的一些論述 尤其是針對這一個所謂的 國情報告 他直接定義國情報告就是質詢 他直接定義就是質詢 他的定義跟黃國昌的定義 完全不一樣 因為黃國昌後來他們有改 改成說這個什麼 要多少人來質詢 然後多久回答 黨團一起回答 黨團問完回答 還是怎麼樣 民眾黨是有空間的 各位記得那個修法過程 民眾黨說這個領剛 來朝野協商來喬 可是葉慶元就直接告訴大家說 這個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質詢的 這一個過程 然後他去解釋那個德 就是說這個立法院 德邀請總統做國情報告 他在解釋那個德 就是說他德邀請 所以總統也要來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問到黃國昌 黃國昌今天 他們這一隊比較 我是評估這一隊比較可能 因為他們要講比較多 因為上次黃國昌說 他們講很少 結果這次他們要講很多 他們講的數量 必須是另外一隊的四倍 因為另外一隊有四組人 所以他們後面很多空位 就是立法院追逐 立法院奇怪 立法院今天去三個立法委員 後面都沒有朋友 都沒有人到三天 這個民進黨這一邊 除了柯總召 吳石瑤跟中嘉賓坐在前面 沈柏洋也坐在後面 所以他們那邊看那個位置 這邊是滿的 然後國民黨那邊是 後面是空的 跟這張 可是黃國昌一出現 他就拿了這一張 綠能你不能 我以為是要講光電弊案 什麼綠能你不能 才是摧毀台灣的自由民主 可是這跟今天沒有關係 他是放錯投影片 他說放錯 然後沒有輪到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手就標準這樣 他就這樣 對 我覺得很特別 他肩膀不太協調 他嘴巴這樣 他頭一直抖 然後嘴巴一直動 你真的是模仿天王 好厲害 然後他的腳其實在抖 他坐下來的腳就是一直抖 顯示他的焦躁 不安 然後他又很想要表達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那種 畢逆群雄 因為他長得比較高 他就覺得旁邊那幾個隊友 你們這到底是都在講什麼 這種感覺 但是今天每一個法官 這個法官很厲害 還有一個董寶城 那個專家 那個專家非常的humor 那個今天七月到了 在湘西幹事 他再打一個符咒 可是因為他打歪歪 那張符咒就不好 要打這張 他打歪一邊 他貼很多張 他貼好幾張 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很像義大利國旗 這邊貼了一個黃色變條紙 他以前當過考選部長 他是負責國家考試 所以大家都說 今天你是不是在這個刷寶 然後他 他到底是在標13米 他貼那個變條紙 在我們現在鏡面上呈現 他貼那個變條紙 一直貼在他額頭上 然後他把它拆下來 他說違憲要不用說明 一眼就看到好像寫在臉上 這有一次的視線文的 裡面大意是這樣寫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 非常明顯的錯誤 明顯的違憲 其實不用掉那麼多 顯而易見 不用掉那麼多資料來 有些有點類似寫在臉上 所以他就把說寫在臉上 那個變條紙就把它貼在上面 他另外一個耍了一個寶 就是有一個大法官在問 不知道問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說 你剛剛有提到我的名字 我可不可以回答 然後大法官說 我剛剛沒有call in你 我沒有call in你 你後面還有機會 所以今天其實早上是比較精彩 下午的這一個辯論庭 看起來就比較單調 可能大家就比較累了 不過今天所有大法官問的問題 兩邊都有丁 他也有丁律 這個申請人這一邊 就在講說這一個 就是關於就是 沒有 就虛偽陳述 剛剛就三點多了 再講一題虛偽陳述 他說虛偽陳述 你如果賣這個商品 你賣這個商品 然後吹牛說這個有多好多好 那這個是刑法第幾條 那另外一個 就是這一次藐視國會這個虛偽陳述 你們是用第幾條 然後他當場要 這個專家 就是裡頭有一個專家說 因為那個法務部的次長 問說來 你剛剛說要用這一條 你為什麼不用這一條 這個其實在現場 好像在考試 你要馬上知道 為什麼用這一條 不用這一條 所以今天下午是看起來是 比較專業的這一個辯論 朗東 我要請教 因為其實我覺得 反質詢的定義 在經過黃國昌 寫了那一篇長篇大論之後 有清楚嗎 說謙北也是謀謀謀謀 但是因為今天李權和律師 他要呈現的是說 好啊 那如果翁曉玲講說 林陽是中國人的驕傲 那如果是部長來講的話 翁曉玲講都已經引起 你宣傳大鋪 假設這是一個部長在講的話 那這位部長講 對啊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不然是什麼人 那如果那個委員去挑戰他 算不算構成反質詢 那如果說你這樣叫反質詢的話 你是不尊重什麼 他的國族認同等等 他就拿這個來刀 其實結合時事 大家就哇 帥一波 非常的結合時事 讓大家又可以一目了然 那所以我想請教 那個反質詢的誤道 你誤到了沒有 我先補充一下黃國昌的部分 他就是今天最大的勝利者 因為他不知道從哪裡 弄到直播的訊號 然後全程的直播觀看人數 都上看1萬人 成為了萬人大台 因為對黃國昌來講 憲法法庭的輸贏 根本毫不重要 怎麼樣把柯文哲的氣焰 給他壓下去 繼續火烤柯文哲 才是黃國昌的焦點 他是利用憲法法庭之變 去衝高他在民眾黨之內的人次 等於就是他也沒有太在意 憲法法庭人家怎麼講他 反正我點進去黃國昌的指示 這個董老師講得好棒 這個才是真正的增加這個學者 我們又上了這個疑客 就是他把一堆所謂的蔥粉 還是藍白粉 就納入自己直播當中 所以好樣的黃國昌 這個徹底的超越了整個憲法法庭 變成了一個直播主 不知道是哪一個媒體 把這個訊號給他 讓他可以完整的播出 第二個講到反執行的事情 要先講李玄和律師 這位大帥哥 他就舉出了這個例子 這是他們弄的一個板板 他說黃國昌 他自己寫說反質詢是什麼 質疑 責難 結問 或跟質詢內容無關 所以李玄和律師就畫了一個圖 說這整個四個層次 最裡面的層次是反問無關的問題 大一層是以問答問 後面是點出問題的一個錯誤 或者是為情境的預設 第四個是釐清問題爭議 外面這兩層是相對來講的話 比較是在討論事情 例如說賴士寶他講話 你不知道他問什麼的時候 官員就問要釐清問題爭議 賴委員你在問什麼 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不能算反質詢 因為我只想要理解你的問題 我才有辦法回答你 第二個點出問題 就是你如果立法委員 問的問題的數據是錯的 官員先說對不起 這個數字去錯的話 那會不會算反質詢 應該不算 所以這兩層不算 至於這裡面這兩層 這就有涉及反質詢的疑慮 所以李玄和就舉說 如果官員就是像翁曉玲一樣 說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被立委問到說 你到底是代表中華民國 還是代表中國 你是不是中國人 然後如果官員 假設就是翁曉玲就說 我就是中國人 不是不然我是哪裡人 不然我是哪裡人這句話 到底算不算反質詢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的話 都沒有辦法解釋 翁曉玲跟黃國昌 他們這陣營有點 對反質詢無法下一個定義 因為這是一個陷阱題 我已經識破了 因為李玄和律師這個圖裡面 根本就沒有 因為照這個反問法 這叫加強語氣 他不在這個四個項限裡面 所以說這怎麼是反質詢這個事情 這個圖完全無法回答得了的 也就是他本來就是個不明確的一個概念 很多的一些看起來像是反問的一個問題的話 他到底算不算反質詢 沒有辦法明確定義的時候 他違憲的機率非常的大 他只是透過翁曉玲這樣一個反問的方式 讓他更理解說 有些時候只是鬥鬥嘴 這到底算不算反質詢 完全是看立委的心情 而怎麼能用心情去判定 這是不是要罰官員 所以這些有違憲的一個問題 第三個點有意思是說 程序違憲這個事情是說 因為在立法院裡我們知道說 他們最後是用舉手表決的方式去判了 因為他們要站主席台 所以沒有辦法按了這個表決令 這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不知道有沒有是不是舉雙手 然後你在算那個手的時候 你會分不清楚誰的手 那我不確定你有沒有這個表決 我要怎麼樣讓你能夠視線 或產生憲法上的一個爭議 然後所以黃國昌在講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有公開直播 我們看直播就知道說 你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 而且直播這個方法的話 跟4-499 這是不謀而合 就是也可以這樣去引用 所以才被尤博翔說 所以你認為公開直播 可以取代議事錄嗎 因為直播有問題是說 就算是直播 那鏡頭也不一定可以 照清楚每個人的臉 跟每個人舉著幾隻手 他還是沒有表決器那麼精準 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吵是說 假設在這個題目上面 被認為程序上面的話 有違憲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可能整個案子全部打回去 就完全都不用審 因為這個立法過程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瑕疵在那邊 那所以董寶晨才跑出來說 這個重大瑕疵叫一望即之 就在那邊看他可能小 他可能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是我小的時候也有看過港片 那什麼 《殭屍先生》 《開心鬼系列》等等的 所以就是喜歡 就想要變那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案子的重大瑕疵沒有這麼大 都恭喜你們童年的回憶了 對 他沒有到這麼明顯的瑕疵 不是貼在額頭上一望就知 我們還需要坐在這邊辯論 所以的話他應該不算是 重大明顯的瑕疵 可是從頭到尾 我結論就是說 這整個憲法法律打下來 他們主要重點就是 黃國昌他的直播 很多人看 可是對於法理的論述上面 怎麼樣說服國人說 這其實是完全核線的 不會有立法院濫權之餘 其實在他們內部當中的話 就也沒有得到一個共識 我認為這就黃國昌 葉靜元 跟小林來講的話 這一戰恐怕是相當的不利 其中有幾條違憲人的機率 包括董寶辰自己都說 有幾條是明顯是違憲 連他們自己找來的人 對 他自己都有講 就這樣講 就是說他不是只會貼殭屍而已 他不是只會學殭屍貼符咒 他自己腦袋也很清楚 雖然不會全部違憲 但是其中有兩三條違憲的機率 非常高 好 來 我們剛剛講 憲法法庭的部分 來 永鴻 我請教 因為黃國昌的部分 他不是拿出了標語式的東西嗎 他就講說 就是民進黨在那邊亂 所以也拿走別人的表決卡 所以這樣也變成舉手的問題 因為剛剛朗東有講 舉手的東西變成亂 我可能看起來好像東豪哥 又好像趙宜翔 我根本不知道是誰 對不對 而且之前也有王世堅委員 他就是舉兩隻手 算不對 贏不到手 就是說數著數著怎麼好 人頭跟舉手的數字又不一樣 他就說不能淪為綠能你不能 可是的確是不一樣 所以法官才會提出說 你要怎麼對你的選民負責 我根本就不確定說舉手的是不是 你到底有騙還是沒騙 另外一個行政院的訴訟代理人 叫做賴炳翔 他的點是這樣 他說假設我現在我的官員公務員 發現說委員講錯了 可是因為我不能反質詢 我又怕自己得視著 所以傷害委員的自尊心 於是我用問題來代替回答 比方說王委員 你剛剛講的數字好像錯了 這樣子提點 你如果想要討論 還是說你說的不夠精準 是不是有問題 這樣我是不是叫做反質詢 因為他的反質詢的定義 的那個籠統度 變成你套用到現實生活中 會出現很多的狀況 然後他又舉了另外一個 很有意思的例子 他說假設這個官員公務員 在質詢的過程間 我就是崇拜你 我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動 對話 澄清問題 或者是辯論 跟你有多一點的交流 那這樣算不算是反質詢 這極性大哉問 問之後他都沒辦法回答 我覺得今天早上的這個辯論 當然下午還有繼續辯論 這個有法學上的討論 也有比較政治上意義的討論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派出來的 就立法院的這三個代表 黃國昌 翁曉玲 還有這個吳宗憲 還有國民黨的幾個辯護人 以及國民黨出來這幾個學者 應該是有兩個 立法院有兩個派出來的 包括董寶晨這幾個 法律性不大 戲劇性很強 為什麼說法律性不大 戲劇性很強 先回答剛剛這個 桂亞所講的黃國昌 他說他跟大法官講說 有啊 這個我們是舉手表決 不需要表決器 因為直播都看得到誰舉手 誰沒舉手 我告訴你為什麼表決器很重要 你說古代沒有表決器都算了 現在要記名表決的意義是什麼 來 有一個叫做複議 不是行政院提的複議 複議 複議就是立法院自己 再提一次複議 重複表決 我跟你講 對 重複表決是 你當時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 很重要 你如果當時贊成 你還跟我說你要再複議一次 那都很奇怪 所以我要知道說 朗東你在這個議題是贊成還是反對 還是棄權 我要知道說是貓貓你在議題 是贊成棄權還是反對 你沒有用記名表決 你怎麼知道你的 當初的票是什麼 你沒有知道你當初投的是贊成還是反對 我要怎麼去提複議 我要怎麼去提未來的申請示現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講什麼 為什麼說他們戲劇性很強 那個董寶辰 他不是講了嗎 董寶辰就是那一個上面貼那個 殭屍道長 剛剛朗東跟我示範那個殭屍 要顯而易見 他說這個不是顯而易見 跟演戲一樣 他要講重點是說 這個案子 這些事先案跟你大法官沒有關係 你不要插手進來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他又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他說台灣是超級總統制 大家回去想 他講一個超級 你也幫幫忙 不要說多超級 我們跟法國比一下 我們又不能主動解散國會 人家法國可以 說台灣超級總統制 這也幫幫忙 講台灣很多東西 法律公佈還要行政部門的附屬 對不對 除了人事權不用之外 法律公佈還要行政部門的附屬 國外有沒有 沒有 美國有沒有 沒有 所以什麼超級總統 就是說都很好笑 還有一個超級好笑你知道嗎 超級好笑就是這個葉慶元 他就講 他說我們總統 因為成立了三個委員會 在總統府 所以這是帝制 因為他是帝制 所以立法院要制衡他 要能夠質詢他 這是超越國民黨本來的說法 國民黨本來的說法 只是說我邀請他來 急問急答 葉慶元代表立法院去 代表國民黨去 竟然直接把他上康道說 這個就是質詢 這個就是立法院要質詢他 我的天啊 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國民黨派去的立法院的代表 這幾個代表人到他們的學者 到他們的訴訟代理人就是律師 每一個人講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最後要講說 這一次真的是 我們的整個 上午看到的立法院的代表 真的法律性不強 你沒有看到他們就這個法律性 有什麼特別的主張 都說我已經藏書面資料了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 表示他已經書面資料 搞不清楚 戲劇性極強 最後我講一個 我一定要不笑翁小林鄭不行 不是因為他被人家笑他說那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什麼人 這句話很奇怪 我要向翁小林是說 你們為什麼沒有把我書狀放上去 他的書狀是在很早就被打臉 你知道嗎 多久以前被打臉 他很早就主張說 許忠麗 因為他過去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不適合擔任 要迴避 許忠麗跟那個誰 許志雄 對 就這兩個 那個時候就已經憲法 已經裁判出來就是說 確定說你這個我不予受理 這是在這個 還沒有做緊急處分之前 那一趴已經翻過去 第一月 第二月 第三月 翻到第四月了 你還在講說 我的書狀為什麼沒有練 你的書狀是因為早在 很早很早 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把你撥毀掉了 所以我說今天看到他們這幾個 法律性不大 戲劇性極強 但是我要說 這個實在是台灣 民主政治的悲哀 你們應該是去把 從我們憲法的本文 憲法的言格 乃至於世界各國憲政制度的比較 拿出來講 美國的 法國的 德國的 英國的 都可以 日本的都可以 都沒有 但事實上我們在法庭之後 有幾個律師 又把幾個國家 都有把他拉出來 所以我覺得 他本來應該是一個給我們台灣民眾 看了一個我們叫審議式民主 Deliberation 就是說我們好好的討論 然後結合不同的意見 溝通之後 大家都看出來得到一個共識 結果不是 你把這個動作時 你把憲法法庭動作時 你在上call in節目 夾一個標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 這個立法院這幾個代表 應該要回去自我檢討 雖然我們很好笑 汪小林還在爭執什麼 他說我寫超過20頁不行嗎 我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這個作文 這個作業 你就是交20頁就好了 他偏偏說我就是要超過 他在那邊爭執這個 其實他超過也有給你出來 他只是說我一個檔案 解20頁 然後你再往下一個檔案 其實是有的 他們這裡都很奇怪 就是說這個是你找個大一學生 上去看相關的規範規則 然後上去一個檔案一個檔案開 你就知道 我只能說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整天在想著直播 聲量演戲 我很大就這樣 好 那我覺得是不是說 因為你的觀點是這個樣子 跟國民黨的觀點會不會不同 那我再補充一個插曲 是因為有一個是黃昭元大法官 他的打扮比較特別 他就是西裝加一個領結 那個早上是綠色的 可能又會被刁說綠能你不能 你是綠色 綠色大法官 所以下午他換了一個藍色的領結 以免被做文章 那來這個民賢哥 憲法法你你有關注吧 因為論理論到現在為止 你們有什麼有利的點 可以拿出來講 沒有 現場的 在場的 包括董寶辰 他們都是法學專業政大法律系 那個都比我們在座了 剛剛除了有律師之外 比我們在座都還專業 這我反對我有意見 你叫來跟我談美國的宣政制論 法國第五共和 你不是民進黨的代表 你不是四大四線機關的代表 歐林亞四大機關代表 那就可以 因為你現在不是選手 我們不是選手 比如說比奧要 我今天沒有參賽 如果今天有參賽 你在講 我切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問你 選手之一吳宗憲 吳宗憲講說就是養五條狗 就是五個權力分開 你現在把一隻狗養大了 禽死黃狗 把其他狗都咬死了 明天大概他就吃你了 他其實在講的就是 國會擴權當中大家在主張的 你現在立法權擴大之後 你是不是犧牲掉 比方說監察院的調查權 其他的 你把其他的都變小 你自己一個獨大 這就是我們點出來問題點 他會看不懂這個意思嗎 他怎麼會拿這個例子出來講 他講的在講五權分立的一個問題 互相制衡 你如果要講五條狗 那不然講五條牛好了 還有五根手指頭 所以我覺得你看 其實回到董寶晨講 今天30條條文裡面 他有特別提到 他有沒有說我全部都合憲 我全部都違憲 他講說30條裡面 有三條他是認為比較有爭議 他也認為二十七條合憲 所以包括跟幾個 包括幾個包括參與的吳宗憲 甚至黃國昌委員 他們也提到 即使部分被認定違憲之後 退回來再修 如果今天比較擔心的時候 第一個大把關做成暫停處分之後 結果經過憲法實施辯論之後 30條全部都被推翻了 變成全部都做違憲了 這是令人比較擔心 再一黨比較擔心 立法院修 修完全都沒有用了 所以30條包括要藐視國會 包括要反執行 有用 他們會悔改 他們會修到大把關版 在反執行 民黨的論述我知道 執政黨的論述是這樣 就是說所有的包括法學教授 所有的法學學者 都支持行政院版本 提出示現 可是確實因為有法學教授支持 包括要推動國會改革的部分 好 就說這幾天大家認為說 當然民黨不一定認同 楊彥竹也支持 所以他說即使有部分違憲的話 你退院外部來講 都會退為立法院再重修 所以包括在野黨的立場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子 除非今天大把關做成事件 今天是實質辯論 今天完了之後預定 大概應該是三個月內會做成 宣示 宣判 如果你當然是全部違憲 那就沒辦法 如果部分的話 在野黨有三個策略 第一個到底要不要上街頭 第二個 立法院要下一波修 你們還要上街頭 不是 我說有可能的 有可能內部當然 因為館長要打電話 繞100萬人是不是 沒有 100萬人 騎著就開刀哥倫大道 你100萬人要站上 可能站到我內湖南港 才有可能100萬人 三個策略 第一個上街頭 第二個退為立法院重修 第三個就是說戰哥 我這個不處理了 所以到底要採取什麼策略 當然今天實質辯論很重要 所以包括老實講 不要講說全部人都反對 國會改革 還是有支持 包括民黨的老前輩 林卓索也支持 所以今天當然憲法法庭 不要講說只有程序而已 實質上當然也很重要 結果當然更重要 重點是你要看 他修的內容是什麼 你內容必須要讓法律界的人 也都能夠認同對不對 宜翔要先來做補充 我先講一下 因為葉慶元 他是國民黨這次的訴訟代理人 對不對 葉慶元他其實 國民黨的市場 應該滿濃厚的 他過去當然國民黨考級會主委 跟林陶一樣都是國民黨的愛將 可能跟林陶一樣都認為說 去了芝加哥 全球最大的星巴克 就是有國際觀 我不知道 我要這樣認為 兩件事 為什麼我要特別這樣說 你看是連接起來的 葉慶元今天特別浩浩蕩蕩說什麼 你看 反質詢 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都有 我看了這我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真的有這回事的話 大家早就揭露了對不對 大家早就會討論到說 這三國家都有 為什麼台灣不行有 我還特別去查說這麼奇怪 資訊從哪裡來的 結果我查到誰 我查到民眾黨訴訟代理人 這個林時蒙的這個資料 他當時提了訴訟書立民 他確實有講 他說你看 加拿大有這個條例 澳洲有這個條例 大家要仔細去閱讀 澳洲就真的仔細去閱讀 因為我覺得說 不能因為說平常 大家沒有在看加拿大的條文 就被他們糊弄過關 結果看到是什麼 我們根本沒這回事 真的是騙人 來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請你不要唸出來 我會害怕 好 我真的不唸 因為這個唸出來 半個小時時間 澳洲只有一個規定 澳洲針對你今天是做答覆的部分 只有兩項真的適用的 第一個是時間不要講太久 第二個是要對提 他對於提出問題的人 則是這個限制很多 所以他不是反質詢 他應該是反背詢 就是說他今天不是約束你政府官員的備詢時間 他是約束你立法委或民意代表的質詢時間 這個所有都是說你民意代表該做事不能做的事 不能人身攻擊 不能提出有爭議的論點 你提出任何事實必須事實查證 你覺得國民黨會過這一關嗎 提出任何的論述要事實查證 結果我跟你說這個更好笑 為什麼我剛用騙人這兩字 騙人嚇得很重 但騙人是真的是這樣 這是加拿大他自己引述的39條 39條我跟大家看前面兩個字 英文兩個字就可以了 written questions 問大家written questions 這邊在場民意代表 written questions是什麼 是書面質詢 根本不是質詢被詢的狀況 是書面質詢 跟你官員在場做答覆是完全兩回事 書面質詢的部分 而且他也是一樣 針對你的問題人 針對你的答覆者 都是同樣的限制 該做的事都是一樣 同樣的義務 同樣的責任 那最後跟大家說的也是很明顯 這個是來自紐西蘭的 他說你看396條 白紙黑字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396條有三項限制 包括這個你不能偏提 包括你要具實回答 包括等等等等 結果他說等等 396條這個是約束答覆者 對不對 那你問題者 你名義代表 結果一樣約束得更多 一模一樣的文字 ABC 大家沒有看到ABC 結果約束得更多 所以我就覺得說 國民黨真的是很堅強 以為大家沒有去讀法律 大家沒有去看加拿大澳洲 這個紐西蘭的案例 就是說我可以隨便提出 我說你看 其他國家有反質詢 我國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說這個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國民黨已經沒有辯護職了 針對反質詢這一題 他們找不出案例來 你找得出案例來 就不會這麼容易被戳破 所以我還是呼籲了 憲法法庭大家嚴謹一點 就算你是國民黨前任的 這個考級會的主委 我覺得還是出來據實以答 不要亂引述一些奇奇怪怪 國際案例 甚至不要亂騙台灣的民眾 好 那今天雄大律師是這樣 因為像是李律 他你之前有講說你們朋友 他也是過去是補教界名師 他今天一開場就講到 用翁曉玲來舉例子 所以他其實他的思緒是滿靈活的 是不是 沒有錯 李律師其實他在我們業界評價 都非常好 然後屢次他去協助的都是 比較這個比較弱勢的一些朋友 所以其實不管說他的人品品 品性或者說他今天的反應 我覺得都是一等一的 在律師界都非常好 我回頭來講這幾位今天 金釋駭署的立委的言論 首先我說黃國昌立委他講說 綠的提出說要程序性違憲 意思是說什麼 你今天立法院 你怎麼可以用舉手表決 就讓這麼重大議案 侵害人民權力的議案去通過 這樣是一個程序性的違憲 你違反了憲法第八條的正當法律程序 結果你知道黃國昌回應什麼 他舉了立法院的議事規則35條 他說本院議案的表決方法很多 第一個口頭表決 第二舉手 第三表決器 口頭表決是什麼表決 就是大家覺得好不好 好 這樣 有這種口頭表決 口頭是這樣 口頭就是有點像點名 因為通常委員會比較有可能 人數少的時候 其實大院的規範 跟你在各個個別的委員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才會說 立法院的議事規則裡面規定 你可以口頭 你可以舉手 你可以表決器 你可以投票 甚至點名 就韓院長點名 貓貓你投什麼 朗東你投什麼 然後誰投什麼 對 反對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是有一個漸層 什麼叫漸層 他第一項規定口頭 這是最輕微 所以這個侵害人民權利 最輕微才可以口頭 第二是舉手 第三表決器 再過來越來越嚴格 再還要投票 投票最後點名 就是你要本身要負責任 我們回頭看這個案子 我們這一次國外改革 侵害人民權利大不大 當然大 他修的刑法藐視國會罪 你如果虛偽陳述 我把你抓去關 一年以下有起突刑 限制人身自由之大 當然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程序 所以怎麼可能只用舉手表決 用這麼輕微的 這是第二項 所以你一定要往下推 用投票表決才以事負責 我們記得 當時候在過去有 曾經修過一個法案 比如說同婚 同婚能不能通過 當時候就是每一個立委 他去按下歷史性的關鍵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 誰支持同婚 誰不支持同婚 包括那個美牛美豬也是 你就是要為你的選民負責 你那個歷史要留給記載 歷史要留下你的名字 立委四年不是來這裡有你玩事 所以涉及重大議案 本來就是要用比較嚴格的 投票的方式 所以這才會合乎我們 憲法保障人民權利 所以我講正當法律程序 程序它的多重要 我舉一個許玉秀大法官 他曾經講過 一個法律人如何能夠不忙 眼睛不忙 然後如果耳朵不攏 嘴巴不啞 重點就是要堅守法律程序 堅守正當法律程序 這就是我們今天立法 國會擴決案面臨的問題 就是你們用一群混亂的狀況 你要通過一個侵害人民權利的法案 再過來我再講翁曉玲 翁曉玲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寶 真的是國民黨一個寶 立法院的寶 他說我寫 大家有沒有特別看清楚 他今天批評的大法官的點是說什麼 他不是說大法官的 暫時處分的裁定沒有公開 他講的是我的書狀沒有公開 這個是什麼很奇怪 那個動畫有個在笑 這就好比說我身為律師 假設我今天替我的當事人 到法庭去辯護 我會要求我的書狀要公開 不知道這個什麼東西 就是我完全看不懂 法院公開的只有法官的裁定 法官的判決 法官寫的文書 那才有公開的必要 請問翁大立委 為什麼你會要求 法官要把你的文書要公開 如果你這麼喜歡當網紅 你可以到你的臉書 你可以自己公開 你可以自己公開 你怎麼會要求書狀 因為黃國昌就是自己公開的 是 所以我才會說 他這是立法院的保 你怎麼會要求大法官 要把你的書狀公開 然後再過來他申請迴避許忠麗 申請迴避許志雄 甚至還有提到許忠貞 他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這些人跟執政黨或說立雲關係比較好 他曾經做過市至585號的爭調會解釋 他覺得你曾經做過一個立法院的相關的一個 擴權法案的解釋或參與其中 所以他覺得你本案一定是不中立 那我們覺得這個翁曉玲大立委 你真的是拿一個不對的東西來比喻 那今天他們的表現 我們只能說有一點荒腔走板 回去多努力你的憲法 我希望下次再加油 翁曉玲不懂的問他先生 他先生出的書 公法研究就跟你講了 如果侵害到人民權 然後這些其實限制人民的基本權的話 你在立法院在立法的時候 就要尋正常程序 這個法律程序 正常的立法程序 但東豪哥我想請教 是有別於這個憲法法庭 我們在切的這個點是 翁曉玲講的話 因為今天憲法法庭之前 記者要問他跟憲法法庭沒關係 主要在聚焦是 他說林洋沛是中國人的驕傲 中國來跟我們吃豆腐 我們就已經慘了 結果竟然是中華民國的立委 在吃我們林洋沛的豆腐 更是讓人家覺得不可承受 非常生氣 非常激憤 然後所有網友都去罵他 甚至你看 他在清大的辦公室 被貼一個什麼 這個中國人教授翁曉玲女士 調高義去給他騙 你看他講說 從歷史文化血緣民主角度 我們就是中國人 這有什麼不對 我不懂我們說中國人驕傲 有什麼不對 然後他後來又寫了一篇 臉書文在解釋 洋洋灑灑什麼的 他說對啊 這就是中國人的驕傲 台灣之光 這樣可以了嗎 他其實他沒有搞懂 他到底立場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大家要跟他這樣一個鼻孔出氣的話 不好意思國民黨你完蛋了 對不對 其實這個事情很簡單 問李明賢就知道了 就是你到時候有選舉的時候 翁曉玲對國民黨是加分還是負分 這個是政治的部分 司法的部分歸司法 翁曉玲就是 其實之前在講的時候 就常常在笑翁曉玲 他先把他先生 陳春生前大法官的著作 先搞清楚 簡單講 你去看 就是說你在看 憲法法庭 或者過一次大法官會議 你不要去想藍綠的問題 不要想藍綠白的問題 你只要去想一件事情 民進黨不會永遠執政 國民黨也曾經是在 國會行政權 全通通拿 那個時候大法官也都是馬英九總統任命的 由於是馬英九總統的第二任 那你能讓他說 因為你都是馬英九任命的 所以你解釋的 視線條文我都不承認嗎 從所有的過程當中來講 我想他們根本沒有準備 他根本不準備跟你談法律 他是跟你玩政治 講政治的部分 包括黃國昌都一樣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在看所有的 這個視線的所有的直播 我們所有國會的調查權 我有調查權 他有幾個基礎 一個是四四三二五號 確立了文件調查權 七二九是馬英九總統時代 那一條是跟你講什麼 你的調查權不能碰到偵察中案件 好 那為什麼說 你要去看整個過程當中 翁曉玲真的是 不管是葉慶元也好 翁曉玲也好 或者董寶辰 從頭到尾 你是準備依法論法嗎 還是你根本是在未來做政治抗爭 累積一個休美 今天你在聽他們在講 總統那個國情報告 直接講出來是質詢 好 如果你要把總統叫來質詢 可以啊 你就修憲嘛 但你不能透過一個下 位階比較低的立法委員質權刑事法 去超越憲法嘛 你不要管藍綠白這些嘛 你如果認為 好 你認為今天台灣就是實質的總統制 總統你不能 我立法委員監督不到總統 可以修憲 但是你不能用立法委員質權刑法 去偷渡啊 如果你今天可以在地方偷渡 你就會在其他地方偷渡喔 所以在用翁曉玲為什麼常常喜歡笑他 他先生去年在公法研究裡面才寫到 正當程序的問題 他講的也是針對這個去年的 世事判決的第六號的判決 做了一個平息 我還是講一句話 你在看這個所有的過程來說 你不要不因為現在是賴清德當選 中華民國總統 不因為今天執政黨是叫民進黨 沒有一個政黨會永遠執政的 可是你所有的解釋 一定要適用於不同政黨 不管誰多數誰少數的 要普遍性適用 再講一次 585 633到729 建構了台灣國會立法院的調查權 但這個調查權不是無限制的 包括633裡面對於什麼 所有東西在過去都已經有利可循 官員的滑環的部分 633的時候就被宣佈為違憲了 你知道有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還要明知故犯 那你就要提出很好的理由 在延遲辯論的時候說服大家啊 你要說服大法官啊 最根本還是回到一句話 如果國民黨 包括翁曉林他們 你們準備要推翻五權憲法 可以 不是不可以 請你修憲 你就把中華民國五權憲法拿掉 你要改成三權分立也可以 你要改內閣制也可以 你就走修憲 不要用偷渡的 你如果今天只是因為 你在國會裡面藍白和聯合之下 暫時變成是一個多數 你就要偷渡 好啦 那當然有一天如果不同的政黨 又變成是國會多數 然後剛好如果國民黨有機會 第三度中央執政的時候 但是你在國會少數的時候 你能接受嗎 我講這句話也就是說不管你的位置在哪裡 大法官做視線的時候 他所有的解釋必須要適用在不同政黨 不管誰多數誰老數 不管是顏色 那個政黨是什麼顏色 他都要能普遍性的適用 你這樣子才不會亂掉 好來 因為其實有一些時候 在網路上面都會有一些爆料 但是爆料到底是真是假 或是說爆料的動機 或是他最後想要呈現的是什麼 我們就要去思考了 我們要媒體試讀 那我們來看 這是在八卦版 PTT的八卦版上面 有一個是 這個人 作者他貼了一個文 然後這個文章是在昨天早上 10點13分 他推的內容是說 他很好奇 為什麼鄭文燦 被申請搜索四次都沒過 那是不是當朝太子要召集 要搜索票都過不了 是不是司法奇觀 然後他今天早上說 突然掉下一坨一堆照片 仔細看他好像懂了一些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照片 我們就來看 這個上面他有特別標註是誰 因為基本上 我覺得這些人物這麼多人裡面 你要找出誰誰誰 需要一點時間 他就說這個是林德遜 這個是民進黨主席特助 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是體育署的署長鄭世忠 多人處有門口非常的熱鬧 然後這個是2月26號 2月27號有審發會 跟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這是他說什麼沒吸電子煙 3月6號又審發會夫妻一起來 然後他說手上紅色一袋 又黑色一袋 還有前文化部長史澤也出現了 3月20號換成是行政院政務委員 吳政宗在門口講手機 走的時候又一袋白色的紙袋 3月20號新潮流大聚會 不只是潘夢安來了 有林錫耀有許立民 跟他姐姐許淑芬 許淑芬我跟他聯絡他說 哈囉那不是我 我也不是他姐姐 然後還有 對啊就這樣 不是我也不是他姐姐 然後還包括什麼蔡其昌 余婉如這邊 他說人多到可以開Party 他其實這個地方 川哥你是有被跟堅的經驗的人 這個地方這個門口 他是行政院副院長官邸 官邸出了很多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奇怪的 然後他講說有誰有誰有誰 然後接著就說 那個有提東西進去 有提東西出來 好像有想要影射什麼 接著我們就看到的是 國民黨的立委廖偉翔跳出來對不對 廖偉翔就講話 他說這個內容 川流不息門檻都要被踏破了 鄭文燦在收押之後 檢方非常盡責 四次要求搜索票 但是都被駁回 是不是要隱藏什麼 還是要切割 還是在損害控管 王宏威講說副院長在 他在當副院長期間 官邸川流不息往來 其實講話差不多是不是 怕搜索起來會變成肉粽一關 你覺得這一個連結 然後為什麼國民黨的立委 會跳進去這一個八卦的裡面 你會怎麼樣來看 這個位置其實在濟南路上 他對面是一個 這是一個文化的基地 對面也沒有大樓 所以顯然拍這個的人 他是在車上拍的 對面也只有兩個停車格 所以其實要查出誰拍的 並不困難 就像我那個在台灣銀行門口 要找出是哪一台車 也不困難 也很容易就找到那台車了 好 第二個是 他拍的這個手法 從陳時中到梁文傑 到這一次的照片 你如果把它擺在一起 他們的光線其實是一樣的 光線 就這種拍的手法 光線是一樣 就陳時中跟梁文傑的那一張 其實是一樣的 那就可以拍到這麼細 這個設備一定是很精良的 就特地不是我們拿手機 就把它拿到這麼清澈 那這一些拍攝的 我特別提這個吳正宗 不好意思 吳正宗他是進去的時候是白天 白天 應該要五六點 可能是夏天還是五六點 然後他出來帶了一個白色的袋子 他當時是政務委員 他拿出來白色的袋子 這一看就什麼 就餐廳出來 大包的東西 沒吃的東西 很甘甘的 你說省花圍擱這包要送 這個茶就是水果的桌子 就是那個進口水果的那個 就是進去 就是帶一點小禮或伴手禮 有些人是習慣 像周永宏就不會習慣 周永宏都是空手器 那有些人要下車 你污衊我 我上次有拿禮物給你 有些人下車習慣 就是車上譬如說有什麼茶葉 有什麼人家送的禮 然後車上拿著就會下去 這是人情義理的理想 有的人會很習慣 下去沒看東西 感覺怪怪 所以這個地方是副院長的官邸 副院長官邸就是國家的地方 這幾個副院長人來來進出出 這院長官邸也是進進出出 這些地方進進出出 這個很正常 你點名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來找人 有一個什麼生理人 什麼人 沒有 這都是官員 官員 立委 當然裡面有一個林德遜被認錯 那個人不是林德遜 那個不是林德遜 那個是一個台中市的市議員 他的眼力也真的不太好 對 那個不是 我幫你鑑定一下 對 然後所以剛剛像許淑芬 也不是許淑芬本人的身材 也不是長那個樣子 所以差別都很多 但真真假假才會是 才會是有懸疑性 但是現在狀況是這樣 從這幾個案子看起來 這一組偷拍的人是同一組人 第一個同一組人 你懷疑是同一組人 對 然後他們交出去的東西 給三個管道 第一個給周刊 周刊認為這個有價值 他們就用周刊的方式去爆料 第二組就給立委給民意代表 立委民意代表 透過立委民意代表 然後就丟出去 什麼今天早上有網友 網友什麼寄來的 什麼大家寄來 民眾爆料 寄來了 就問說是不是你 各位記得上次我被報的時候 他也在說那個人是不是王毅川 這次也是一樣 這次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副院長的官邸 這個文字的問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他說照片的門跟副院長官邸的門 真的是87%像 87分像這樣 就是同一個邏輯 第三個最low的就是這種 就是丟到PTT 因為就要PTT 你不太容易找到這個人 這個人的帳號可能也是長期養的 然後現在有人買走了 也搞不清楚這個帳號現在是誰的 反正這個帳號因為已經才 他已經養了好幾年了 一千多次的上網 只發這一篇有效的文章 接下來這一篇作者的 這一個VPN跳出去的那個地方 現在又被Grace查到還有室友 對 還有另外一個帳號 對 所以這一組人透過不同的方式 長期對綠營的 這些政治人物進行叮掃 然後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廖偉祥 王洪輝 張思剛 上車了 三個人全部咬上來 我現在就公開再問你一次 廖偉祥 廖偉祥 如果你家 如果你家 一樣有人拍這種照片 有人走進你家 有人走出來 弄你一個月 拍個二十張照片 白天下午 有市議員進出你家 有政府官員進出你家 有生意員進出你家 你家裡的人大大小小進出偷偷拍 白天晚上偷偷拍 你回家也拍 你車子也拍 廖偉祥你受得了嗎 你受得了嗎 你不譴責這種偷拍行為 你還跳進去講這件事情 我就問廖偉祥 許小薰我對他沒有什麼奢望了 許小薰他就這樣 因為許小薰是 但是連有人在他家樓下 他都報警了 他都報警對不對 上次有人去過他家樓下 他都報警 廖偉祥 你是台中一個新生代的立委 廖偉祥我再問你 如果這個拍的是你家 如果這個門口是你家 我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台中市民也可能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如果有人去拍你家 就這樣拍的你報不報警 你報不報警 大家要有同理心 政治人物沒有希望 有人去他們家 因為這去拍有可能去到小孩 有可能去到家裡的老大人 你看到這種照片 你應該要譴責吧 怎麼可以搞這種偷拍 今天如果這個是國民黨的人 被偷拍 被偷拍 那廖偉祥你OK嗎 其他網紅那我就沒問你 我就問你廖偉祥就好 你OK嗎 有人在台中你家 門口架這種東西 拍說有議員走進去 有局長走進去 有官員走進去 出來還拿著你給他的伴手禮 搞不好是一盒月餅 搞不好是蛋黃書 是你平常在送人的 然後他拿出來 可不可以解釋說 那個袋子是什麼 你會不會問那個袋子是什麼 廖偉祥你要出來講清楚 否則這件事情等到有一天 這個門是你家的門的時候 你就慾呼 來因為剛剛川哥其實已經有幫我們解釋說 八卦版的這一個 這一個人 然後他整個經過 但是我要請教貓貓 貓貓其實有一個 他除了是網紅四叉貓之外 你是不是 而且有人在講說貓真的是厲害 是福爾摩貓 是知識網美 因為貓很厲害 貓立刻針對這一個帳號 然後去做搜尋 那搜尋之後發現說 他原來這個IP是有經過一個跳板 對不對 是從丹麥來的 但是你又發現他其實有一篇 前一天有PO一個文 然後那個文其實已經 暴露他的位置在哪邊了對不對 你進一步幫我們說你挖掘的經過 我先說 其實這個文一發出來 我都有注意到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 他就想用各種影射方式 就拍了很多照片 然後每個人手上拿包包 我很想秀一下說 我之前也被偷拍過 你有被偷拍過 我之前跟蔡碧如吃火鍋的時候 我被偷拍過 然後我也是走的時候 拎著一個包包一個紙袋 對 他們很愛 你是打包火鍋是不是 沒有 碧如姐送我的花生糖 可是你知道他們很愛拍這種 偷拍就很愛拍這種說 你手上拿一包紙袋 好像裡面裝幾百萬一樣 我跟你講我就是有裝幾百萬 我今天我有帶一個袋子 你認為這袋子裡面是什麼 你這看起來有五百 五百 我跟你講超過 花生糖 一百 你卡住三百 你這幾千萬了 不是 他們隨便拿一個袋子 然後去那邊影射東影射西 對啊 我今天這個袋子裡面 除了有幾百萬這個以外 我還弄了兩頂帽子 這個是那個國慶的時候的帽帽 對不對 那你要說 他們要影射是說 好像裡面有錢 什麼的那個意思 這個很珍貴 但是沒錢 好 真的裡面是空的 沒有 你要變魔術嗎 然後就是 蝸子會飛出來 然後我就是 但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影射一個假帳號 我本來沒有理他 我想說這個感覺就是 他什麼都不敢講 結果你又被李正浩Cue了 結果李正浩昨天就Cue我 李正浩還在那邊大言不慘 他說什麼 我都有查過了 我們回放昨天他的節目 他說因為這個帳號真的很乾淨 他創了四年 然後創了四年 沒有發過文 沒有推過文 都沒有 上戰一千多次 對 大概四年左右 四年以上 然後所以李正浩就說 我查過了 他四年來都沒有發過文 就這兩天發了兩篇文 一篇刪除了 然後一篇就是爆料文 你看他手頭還指到說 這一篇刪除了 但是正浩 如果你點進去看 你就破案了 他就沒有點進去看 他就只說刪除了 但是其實刪除了文章 是可以點進去看 刪除了還可以點進去看 網路上他有庫存頁面 他有庫存頁面 所以是可以點進去看的 所以正浩你就是插在這一步 功力火火不到 對啊 然後昨天就講說 大家快去叫四叉貓查 沒有 你就點進去就知道 破案了 結果你不點 然後半夜 就是一堆網友都半夜叫我來查 我就說好 我來點 確實 就點進去以後 他就有一個IP 是台灣IP 這個是他發文 他就發這兩篇文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這代表說 他發第一篇文的時候 他忘記開跳板 他忘記開跳板 所以就發了文之後 是台灣的IP 然後所以趕快把它刪掉 當作沒這回事 然後隔天 因為如果你刪文馬上再發 會引起注意 但是因為八卦版水量很大 就刪掉 裝作說沒這回事 隔一天 就被洗掉 對 洗掉以後 他隔一天再發 他這次就記得開跳板 就在丹麥 對 我就繼續往下 我們現在就有兩個IP位置了 我就繼續往下查 其實你只要有IP位置 就很好查 台灣的IP 他是中加寬頻提供的 你只要上網查 就可以知道說這英文 這英文就是中加寬頻 所以另外一個 他使用的跳板 跳到丹麥 是這個品牌 跳板的名稱是這個 然後他的App就長這個樣子 你就開啟他的App 選擇丹麥 然後再去發文 他就變成一個丹麥的IP 所以其實這已經查到了 所以要抓這個人非常的簡單 時間有了 發文時間就是 8月4號晚上8點 然後使用中加的寬頻 然後這個IP位置 就可以抓到這個人了 那我們還記得上次王洪威 他說他要抓罵 許曉星噁心的PT 也是PT 也是時間也有 IP也有 他中午發文 下班之前就抓到了 對 在書館發文 對啊 現在一樣也是台灣的IP 有囉 然後時間也有了 看看王洪威敢不敢 再發一篇文 就叫大家抓出來說 這個人是不是台灣的 是誰 是藍營還是綠營 那他的那個下面的推文 就是會推 就是說這個文章 已經有人PO了 那下面的那個推文的量 有感覺到哪邊怪怪的嗎 推文的量反而還好 大家 因為以前這種爆料文 都是大概破千推 但是這一篇推文量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今天早上解的 也就還不到300推 就還好是不是 就是還好 就是有人有興趣在討論 但是以前這種爆料文 因為爆料文爆久以後 就抓到說 因為前陣子那時候 好友 許澤濱的那個案例還在 敢上車的不多 所以我也不懂 為什麼國民黨這次 就是一堆政治人物 就是搶著上車 連鄉民連那個 你看推文都很明顯 之前都是破千推 這次就是290塊300而已 那這個沒什麼票房 民賢哥我請教 那如果是你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是王洪威哥廖偉翔上車 然後特別講說 為什麼鄭文蔡那個 是不是不敢搜索 申請搜索票什麼不過等等的 如果是你 你看到有一個這篇 這樣子的一個文章 你會不會跳上去 然後趕快 趕快 這個就是 我PTT沒有帳號 我只能瀏覽而已 我不能留言 那你如果瀏覽 你會不會撿來 然後在你的臉書發文說 為什麼什麼 那個照片怎麼樣怎麼樣 你會跟嗎 沒有 看這個就是證明說鄭文蔡 交友廣闊朋友這麼多 沒有 這也沒有交友廣闊 這裡面說謊 看什麼那個的閣員 對啊 你說政務委員 不然就民進黨立委 我說的 正面而已 我已經說得很中心 你說鄭文蔡朋友很差 不是 因為你說朋友這麼多 你好像有要影射什麼 我沒有影射 他本來就交友廣闊 就是說他朋友這麼多 很多對政治人物 你對我們幾個議員來講 我們希望朋友多多好 朋友也有可能 裡面也有可能說 當然裡面也有錢 也有沒錢了 也有企業界了 鄭文蔡確實交友廣闊 我如果是實際 所以我說他交友廣闊 第一個他沒有涉及到 不法的部分 檢調在調查 尊重 所以我覺得 該調查就調查 有沒有搜索還怎麼樣 就是說 他我覺得說 比較爭議一個地方 就是說之前在桃園市長的任內 就是說有人送紙袋進去 所以那個到底說 監聽了議員說 到底說在官邸有沒有500萬 就說到底說是忘記了 還是說怎麼樣 當然這一段 會跟這個爆料會連結在一起 我說當然我們有一些 包括紅衛姐 他們質疑的是這一塊 只說這也是質疑歸質疑 講清楚就好了 第二個 我覺得這幾天當然 這個議題討論兩天了 有人講說 這是被誰跟拍或怎麼樣 我覺得跟拍跟拍 到底誰拍的 你只能說剛剛 當然是X貓 他是對於說網路的這一塊 非常專業 跳點跳點都知道 可是跳點是誰 如果你要去抓 到底是誰跟拍的 譬如說過去媒體也有在跟拍 也有 我相信在場很多政治人物 都有被跟過 我也被跟過 宜翔搞不好也被跟 你有被跟過 你有被跟過 有登出什麼新聞 媒體有跟我講 沒跟到 因為我生活比較無聊 這個人這麼無聊 每天在這裡 也在議會 沒有人來三立電視台 也會不會對 沒有 如果朋友多搞不好 就拍得到 所以宜翔要小心一點 然後要注意一下 我應該有被跟拍過 但是重點是什麼 也覺得太無聊 每天六狗 還不知道六去哪裡 六狗也有一個紙袋 因為狗狗大變瘦 你要把他帶回來 我幫有人使用塑膠袋 這是基本的 我補一句話 你說因為跟拍很多人進去 而不發搜索票 我請教依法論法 搜索票申請是由誰申請 檢察官 檢察官申請 法官合可 所以今天法官不合可 你怎麼會去批評法官 我們應該回頭問檢察官 你手上的證據 到底足夠了沒 你的新證有沒有足夠讓法官 下搜索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大家知道搜索會跟著什麼 當天搜完一定馬上帶去 問話 問完話就是開擠壓艇 所以這是何其重大 代表法官依法他的新證 你還沒有大達搜索程度 因為你一搜 搜到什麼東西 你來我這邊 我馬上就要開擠壓艇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個新聞出來 很明顯就是在誤導辦案 重點責任是在檢察官 而不是法官 也不是說這些禁議出 這本來就是他朋友 你當到一個行政院副院長 大家去拜訪 到底有何錯之有 如果你能舉出任何實際上 這些人的確牽涉不法 那歡迎去檢調那邊檢舉 我跟你說 比照辦理的話 你說立法院長韓國瑜的官邸 沒有這樣子嗎 沒有送往迎來嗎 一定很多 但是朗東我想要請教一個部分 就是說在這樣一個訊息中 你去看那個跟拍其實外面應該都可以看得到說 應該有監視器吧 像是副院長官邸的話 是不是應該監視器都可以拍得到 然後川哥他的論點是說 他覺得這感覺上好像是同一組人所為 因為他覺得他們的設備 然後那個光影的那種就是色相 其實色調是滿雷同的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去影射這個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鄭文燦他其實已經卸任副院長之後 才有那一個被羈押的事情 那假設他要申請搜索的話 或是要敲副院長官邸 這也沒有證據了對不對 因為已經都有不同的時空背景 都把人進駐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這個時間 然後講說申請搜索四次沒有過 這個邏輯上面 我覺得都不太起來 對 四燒貓剛剛已經還原了 從IP來看 這就是有一些網軍在背後操作 故意在這個時間點把這個消息丟出來 然後弄到好像有很多料一樣 剛貴昂你不是拿3D的那個提代嗎 我想要上禮拜五的時候 有個節目叫新台拜上線 然後弄到一個實體聚會活動 然後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提代 你知不知也去說說 有一百多個人都拿著那個3D的提代 裡面的不知道是裝了這個什麼 我可以告訴大家裝了什麼 就是裝了鹹派 紅豆餅這些東西 因為我放一個晚上在車裡面 就忘記拿出來 後來我在櫃上面 看到有人在討論這件事 才發現說糟糕 我車上面那些都要腐爛 要壞 不能吃了 我才趕緊回到我的車上 把那個袋子拿出來 一般的這些朋友之間的聚餐 看守內閣的聚餐 會拿一些剩菜 剩飯 或是拿一些糕點 然後價值幾百塊的伴手禮 很常見 就是送往迎來 人情之常 這個你們不知道什麼好討論的 剛剛那畫面一看就知道是說 剛剛那個手板上面 而且有幾張 很多張這樣圖 那個圖 你知道發現它的顏色其實都很類似 而且這邊變成非常亮 而且幾乎是同一個角度 為什麼 我個人判斷 這個就是說有人在車上面 他在車子上面 用他專業的照相機或攝影機 他躲在一個有切隔熱紙的玻璃後面 再拍 因為你直接拍 你會被監視人去拍到 太明顯了 你躲在車子裡面 然後格子很黑 去拍 你用專業器材之後 後續再去用調光的方式 把它的這個對比值調高 就也看得出畫面 因此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怎麼畫面會變成不自然的 反光那麼亮 因為後續有調光過 為什麼他需要調光 以現在器材的感光度來講 不需要調光成這樣 因為他前面還隔了一層隔二層 所以是更黑的 用這個方式去確保說 他偷拍的過程當中 不會被發現 那為什麼要透過網軍 YP要用跳板 為什麼要用這種神神秘密方式 去拍跟影射 反正這個時候放出來 很簡單應該道理 原本鄭文燦 他在7月11號的時候 法院就把他交保駁回了 他就被收押 那時候藍白鎮定 氣勢架陣 綠營當中有人涉灘還幹嘛 到了7月26號的時候 高宏安跟顏寬安子出來 那個不是涉灘而已 那也不是起罪 直接判你貪污 準備要抓去關 所以從7月底的開始的話 整個藍白民調就開始崩 氣勢就開始崩 他們就氣勢逆封就對了 現在就想要丟出一個 根本算不上爆料的一個訊息 說你們鄭文燦 他還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然後是什麼搜索票 就沒辦法裁定幹嘛 背後有什麼司法的黑幕 背後如果真的有什麼司法黑幕 楊文克就應該要先收押 那麼嚴重的案子 才讓他在外面跑來走 林志廟也應該要把他這個收押起來 支支影響力 對啊 今天什麼都沒有收押 然後說什麼 為什麼那個搜索票沒有收 因為你的證據 你的檢調都寫的證據 就沒有辦法讓法院覺得 有必要搜索鄭文燦他家 如果你覺得 我認為鄭文燦看起來 他的臉看起來就是有嫌疑的話 徐曉信看起來臉嫌疑更大 那是不是徐曉信先把他家 他相關的公司 有關的這個建商 銀行往來的戶頭 全部都用搜索票都去查一查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的話 就不要再說什麼法官 他就看顏色裡面全面辦案了 真的要去看顏色辦案的話 藍營色灘的人 白營色灘的人之多 這每一個都用搜索票一查 然後全部都要搜壓境界 所以我覺得是說 這背後政治操作痕跡已經是非常明顯了 我想插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丟這個照片出來 你不要到時候害了桃園地檢署 人家誤以為是桃園地檢署 丟東西出來 就死得很慘 因為案子 不是 檢察官或調查局的辦案 最好 最喜歡的就是很安安靜靜 比如說 我們前幾天 如果你在講金華城 就你搞不清楚檢察官 到底現在在幹什麼 對 這種最可怕 因為安靜 對當事人的風險 放長線調到的愉悅大 不只 不是放長線 因為放長線好像拖很久 是你不曉得他動作動到哪裡 那你像這個事情來講 像鄭文燦這個事情來講 桃園地方 你不要變成到時候 在挑戰桃園地方法院 因為一審還是要桃園地方法院判 那你現在 你丟這些東西出來 一直在講說搜索票沒有過 你是要桃園地方法院的法官們 怎麼想 這很奇怪 因為鄭文燦已經被收押了 對 檢察官也好 調查局也好 你有足夠的時間跟空間 可以辦這個案子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知道 當事人被收到 當事人那個廖俊松 他在兩年前 就跟桃園地方法院申請過 因為他被監聽 他去跟桃園地方法院要求申請 我被監聽的是什麼東西 他至少申請了三次 所以不要再講 現階段有沒有什麼現不現 兩年前廖俊松作為當事人 他被監聽 被通知說要監聽 因為監聽有時間的 你不能無限制的監聽 對 他都已經去跟法院要求申請了 法院跟他怎麼回答 對你有被監聽 但是因為你涉及到 叫貪污案件 我不能告訴你監聽的內容 三次 那現在回外就有一件事情 這個案子能不能好好辦 所以不要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個對辦案本身絕對沒有好處 那尤其是這個 因為那個寫法很像週刊記者寫法 不要再去扯那個調查員 你會害那個調查員 一直講那個調查員 氣而不捨怎麼樣怎麼樣 這會害人的 這到時候寫的人沒有事 辦案那個人要承受多大壓力 回過來還是已經很簡單的事情 所有的搜索票也好 監聽票也好 乃至於積壓 法官都要寫出自己的判斷 准你搜索或不准你搜索 他都要寫結論 那你申請搜索的理由 不能用空白授權 這是個最基本的 那不要連這些 行事訴訟法基本的東西 都搞不清楚 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調查局真的要找這個人 這個放話的人IP 並不是沒有能力 最後善意提醒 千萬不要是辦案的人 想要用輿論去放話去操作 在這個時候 你很容易弄巧成主 今天國民黨的智庫副執行長林濤被爆料 周刊寫的洋洋灑灑一系列 我們先看系列一 他講說林濤訪美耍官威 他在朝聖 全球最大星巴克的時候 氣噗噗 然後還嗆聲說 等我回來台灣 我就找徐巧欣來幫槍爆料 修理外交部 那主要是怎麼一回事 在7月的時候 有這個 共和黨的全國黨代表大會 然後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跨黨派的團 我們就到了美國去 那到美國去 跨黨派 所以藍綠應該也有白 就做回去 做回去的時候 那行程安排 綠營就有自己的 這個不同的行程要走 然後這個林濤就覺得 怎麼一直大小眼 已經到了一個地方 說距離全球最大星巴克 已經不遠了 然後林濤跟國民黨的團員 在逛街購物的時候 越走越橫 一直往星巴克的方向去 那想要買一些紀念品 什麼城市碑 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其實外交部人員說 你越走越橫 可能會形成會 中毒 中毒什麼的 然後他們安排要去吃一個 叫深盤披薩的部分 說什麼吃東西的時間 太短了 不吃了不吃了 反正就是脾氣滿大的 然後最後還講說 回到台灣之後 我要找國民黨立委 許巧欣來爆料 來修理外交部 那今天這個林濤當然 有出來講 他說我已經很委屈 還要被抹黑 今天是這樣講 他講說整個過程 一直都是 好像只是幫民進黨服務 我們現在在野黨 我們就是比較小 他其實也有滿腹的委屈 那我要請教川哥 這件事情 無風不起浪 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外交部 例行性都會安排的團 這是外交部公費出來 然後國民黨派人 民進黨派人 民眾黨派人 國民黨五個 民進黨五個 這個民眾黨一個 整個團十一個有一個團長 這個團長是民進黨的 這個陳明珍 陳明珍主任 好 他們前幾天都OK 就參加共和黨的這一些什麼 黨代表大會 大家都很順利 就是最後一天 就是最後要離開芝加哥的那一天 那要離開芝加哥的那一天 五點半在一個公園 叫千禧公園 在那一天的後面 其實就是一個自由活動的行程 為什麼會自由活動 因為沒有排行程 他沒有排行程 民進黨這邊 在出發的時候 就跟問了國民黨跟民眾黨說 我們會去芝加哥 到芝加哥最後那一段時間 我們約了民主黨 是民主黨的參眾議員 能夠參叙 你們要不要參加 民眾黨 民眾黨那一位發言人 他是要去的 然後國民黨 就是那個碧談那一個 對 那個發言他是要去的 國民黨那五格說 他們再考慮一下 到當天 到當天的時候 民眾黨那個人 就給了一個理由說 因為黃珊珊要來 所以我沒辦法陪你們去 所以我就不去了 國民黨那五格就說 我們不要去 不要去 五點半就兵分兩三路了 不知道是兩路還是三路 民進黨的那一團 那五個人 就坐著車去跟這個 所謂的芝加哥在地 伊利諾州的這些當地的 民意代表 就他們有了一個簡單的 這一個餐序 林陶他們這一組人 他們這一組人 就是自由活動了 自由活動當然 林陶就想要去這個地方 去到芝加哥一定要去 全世界最大的芯巴克 佔地一千兩百坪 一定要在這裡 先買一個城市 買一個咖啡 耍個帥 這人之常情 大英人要買杯子 沒買到當然就降下來 他們就逛完逛 逛到這附近的時候 其實五點三十五分 他們分開之後 逛到這個地方 已經六點半 因為沿途逛 可是因為英鋼 六點半要去吃這個 這披薩 三盤披薩長這樣 這間披薩在芝加哥 很有名 就是你去都要去吃 真的很不一樣 然後位置很難定 位置很難定 位置很難定 是我們的外館的同仁 去把他定好 位都敲好了就對了 結果呢 到了時間到 要接他們了嘛 接他們說 你們不要再逛 我們要上去 要去吃晚餐了 這個時候還沒走到這裡 這當然就說 不是我們還要再逛 不行 這樣的話 這個餐廳會來不及 就整個講起來 講起來說 我們不吃了 我們不吃了 直接去機場 本來這台車 接了他們吃完披薩之後 是順度去接民進黨這一團 然後去機場 到這台油沾車 直接開去機場 民進黨一五個 要怎麼樣 民進黨一五個 芝加哥的代表處 還要再另外拍一台車 在民進黨一五個 那五個去機場 好 去到機場 他就缺運了 缺運之後 照到底這些長官們 都是到 航空公司的貴賓室 對 因為林濤他們這一組 沒吃飯 沒吃飯 然後他們也不進貴賓室 就在貴賓室機場裡頭 有一個類似Pub的 也有在賣餐 賣酒的地方 餐酒館 就趕快吃飯 喝了 就開始喝了 喝的時候 當然就趕來趕去 回來回去 那回來回去 當然就是有說 是你幫我搶 還是我幫你搶 你有幫我搶破 我搶破 羅生門就對了 有沒有勸酒 對 今天林濤是說 是那個年輕外交官 要代替他們長官 跟我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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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一個議員 你是新竹市議員 桃園 市議員 外交部也不是你管 你把外交部的人 他還要跟你道歉 外交部接待這一種 台灣來的 不管叫政要 各政黨的代表 民意代表去 都是一種服務而已 你不要動這個阿弟 開車載你私人去玩 幫你拿行李 你不要把這種 駐外的外交官 當成你的阿弟 人家幫你 你是因為你來人 幫你尊重 外交部安排了尊重 搞到最後 然後喝到最後 林家公那邊打不關的問 他開去十二點 人家餐廳說開那十一點 就再去貴賓室 因為貴賓室民進黨五歲 裡面 林陶 你在裡面做了什麼事 你在貴賓室做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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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陶你自己講 你在貴賓室裡頭有沒有繼續喝 你到貴賓 航空公司的貴賓室 林陶你進去有沒有繼續喝 你公開講 你在外面喝不夠 進去貴賓室 有沒有繼續喝 有沒有繼續勸人家喝 有沒有 母家那個小外交官 年輕的外交人員 那個小外交官說 男生喔 不是女生 男生喔 說靠啦 對 他可能很受創 他好像 他應該覺得我是不是得罪誰了 我是不是做錯什麼事嗎 對年輕的外交官 他應該說我到底做錯什麼事 這個事情顯示一件事情 就是林陶 這一個小大議員 把自己當成很大 把外交官 駐外的在外交官的同仁 小外交官 年輕外交官 當自己的小弟在使喚 林陶你要記住 你去是外交部搖車你去的 我跟你講 外交部每天快那麼多人 快那麼多人 我們駐外的那些同仁 每天接待太多人了 哪一個人形形色色哪個人 惡形惡狀 哪個人很客氣 哪個人什麼都不用我們幫忙 什麼都有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他們都記在心裡 下次對你這個人 就會有不同的評價 一翔我想要請教的是 你當過駐美政治組組長 所以我想請教林濤的這個部分 剛剛川哥有給我們看說 他是為了要去幹那個 全球最大的星巴克 占地1200坪 然後捨棄了 那個深盤 那個看起來很濃厚的 那個起司 那個披薩 那個披薩的部分 但是因為我覺得 畢竟我們一個跨黨派的團出去 那外交部幫你安排這個 安排那個 外交部不是你的小事 那我想請教 在這個事情爆料出來 那因為你這個駐外國 你的觀點會是怎麼樣來看 請教外交部 他並不是要服務政黨 他是要服務外交 他其實是為了國家外交 才會邀請說各政黨 要派人來參加這個共和黨的大會 其實共和黨大會 它是一個政黨活動 所以邀請我們政黨來 是自然不過的事情 所以因此 大家要理解這個狀況 外交部的駐地人 並不是要服務林濤 駐外人員 主要是要把林濤帶到會場 至於你到會場 做其他事情 你要去購物吃飯等等 那是你自己的自由 反正就自由時間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看了一下這個地圖 因為林濤確實 他大概查了一下說 芝加哥有些好玩的地方 這個是芝加哥的觀光地圖 大家如果要去芝加哥 可以把這個畫面截取下來 因為事實上 真的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這一整塊是叫千禧公園 所以我的理解是 當天下午是整團都在千禧公園 所以看到這最有名的一個雕像前面 其實大家有拍照 那拍照之後 因為民進黨其實 他真的是有些外交任務要完成 當時其實包括賴清德主席都說 都到外面去了 答應要從事一些外交工作 對不對 所以後來民進黨的代表 特別有安排 跟這個伊利諾州的州議員 大家要一起吃飯 討論到台灣未來的一些合作關係 所以因此 他們在看完這個公園之後 就先離開了 先離開怎麼辦 國民黨民眾很尷尬 沒事做對不對 就開始在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箭頭 沿著我們的觀光地圖 一直走一直走 那這個在芝加克 是最有名的一條街 它叫Magnificent Mile 中文是叫 應該是叫什麼 莊麗大道 莊麗大道 慢慢往前走 那最有名的西馬庫 所以應該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往北慢慢慢慢走 那餐廳區應該都是在這一區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外館員也是給大家時間去逛 然後逛完之後 你去逛星巴克沒關係 大家吃個飯才離開 那你知道吃披薩 也不是坐下來說 吃個三個小時的牛排套餐 所以吃披薩進出其實很快 即便是芝加哥最有名的生盤披薩 生盤披薩我也吃過 我覺得很難吃 我難吃 不要這樣得罪人家店家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是什麼 我覺得其他披薩很好吃 我覺得不好吃 為什麼 因為都是番茄醬 因為我會拒絕往來錄 因為都是番茄醬 我可以說我2015年 小英總統 那時候小英主席訪問芝加哥說 外面也帶下去 很多人都覺得不好吃 為什麼 都是番茄醬 所以我的意思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番茄醬 我就會說超好吃的 因為我喜歡番茄醬 我15百就見仁見智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林涛給你40分鐘吃飯 你嫌不夠 因為你逛完之後 其實主管原本是6點半 結果你逛完之後一個小時 理論上6點半 就要去吃飯了 結果沒有逛太遠了 所以逛到6點45 要逛6點45 結果說要吃飯了 結果吃飯之後他們說 時間不夠 不想吃了 為什麼時間不夠 因為主管我就說他的工作 並不是福大 他的工作是負責每一個人 可以從A到B 可以完成他的工作 我覺得我們要建議林涛是這樣 你如果真的要去看 那個星巴克最大間的旗艦店 還是說你要吃什麼我哥的 你就是自己 你自己有一套旅程 你不是說我跟這個 然後這邊跟外國人員 要錯通要求C的 你把他們當什麼 當旅行設定座嗎 牙牌三個小時購物 他就不會吵 所以我就幫林涛說話 因為林涛不在場 所以林涛不滿是為什麼的 說我吃披薩時間不夠 因為為什麼我要拉車去接民進黨的代表團 因為民進黨代表團 去跟其他的議員吃飯了對不對 拉了之後才能一起去機場 他說我不想去載民進黨 你知道這就是重點 就是說民進黨去 從事政府的外交工作 我不想去接他們 我想自己去機場 我不爽 我車子還要在車上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我是領導 所以你知道這個的重點 就是他完全誤會了 外交部該有的工作 外交部的工作 並不是伺候你個人 外交部的工作是以政務 以外交工作為優先 民進黨的代表團 如果是去國外 跟其他國家的政要一起吃飯 當然這工作是優先 這不是政黨之別 如果你換過來你林涛有本事 你國民黨去安排到 跟其他國家的政要一起吃飯 民進黨再逛公園 我跟你說 民進黨在車上去接你 這也不夠是應該的事情 我就這樣說應該的事情 你林涛有本事去安排 但你安排不出來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第一線的外交員很辛苦 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後來我也打聽了一下 打聽一下 你知道這一團為了表示重視 還把駐美代表處的外交官員 還特別安排去支援芝加哥 因為就是要把我們的市議員 這些訪問團 伺候得好好的 讓大家可以順利參加 這個共和黨大會 參加各項的政務行程 所以特別去支援 那去支援大家這麼重視 卻被林涛 因為要等民進黨的訪團 要去接他們拍桌罵人 你知道嗎 對 當然會心裡不平衡 那我舉個例子說 這個是週刊爆料 對 週刊爆料現場 有民進黨的代表團在嗎 沒有啊 其實不在啊 因為民進黨代表團都是吃飯嘛 對 他們都到另外一層 所以週刊只有兩可能性 一個是藍白自己去講 有人看不下去 也確實週刊有寫 說國民黨有代表團的成員 是看不下去 對 甚至於來說不好意思 但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基層的外交官員 也看不下去 說為什麼我在從事外交工作 我來幫國家外交做事 要被你林涛這樣子攻擊 所以只有這兩種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外交不是兒戲 不要丟臉丟到國外去 你真的有政務工作你就去做 那你沒有政務工作 你要去逛街 你要去星巴克 你要去買杯子都可以 沒有人去阻止你 但千千萬萬不要浪費 國家資源去做這件事情 那明賢哥 林涛怎麼樣 你剛剛一直眨眼睛 一直眨眼睛想說 你是要回答還是不回答 還是你跟昨天一樣 你說Cue我一次就好了 我會問一下 林涛是不是喝醉 沒有 這我 這個團我沒有資格參加邀請的 都是年輕的議員去 叫我評論 我有什麼評論 這個我跟永鴻一樣 如果我們有參加 我們在現場我們就能講 我覺得剛有求證過 外交部就是說在場的 你不論說要離開機場 說在機場 現在說林涛說沒有 要進去貴賓室 是在外面 包括到底說有沒有喝酒 還是怎麼樣 這個真的當事人 才說得清楚 只是說我覺得是這樣子 出國拚外交 是因為很多立委沒有跟 所以改派議員去 出去都是代表台灣出去 外交部我認為 始終外交部都辛苦了 就說代表台灣 所以中間到底有什麼誤會 還是怎麼樣解釋清楚就好了 所以這個也不用 如果為了一個盃子 我覺得說淘寶 不是淘寶 淘寶他都買不到 網站上就買 因為過去我出去旅遊的時候 確實包括城市盃很重要 網路上也買得到 星巴克的網站都買得到 APP都買得到 真的都買得到 我猜一下 我覺得林涛要有義務回答 他也回答了 就是說 因為週刊報導是說 他有去跟外交人員嗆聲 說回來找許巧克 這件事情 那他的回答是說 看他沒有否認 他說 他就說他的語氣不是這樣 他是說 因為許巧欣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所以他到時候 關心這件事情也很正常 就算是用這種講法 你覺得外交人員 不是心生恐懼嗎 第二個 你作為一個桃園的市議員 然後你今天做這個代表團出去 參加這個人家黨的那個 提名大會 這個黨代表大會 那你去提這個許巧欣幹嘛 你心裡不爽 我對你 我對這個朗東 不是 我對媽媽有意見 你可以除我 你講的我很難相處 太棒了 我開得起玩笑 不是 我今天對媽媽有意見 我說媽媽你小心喔 我回頭朗東會去找你的麻煩 不是這個意思嗎對不對 這個 我覺得光是這件事 林涛有必要再道歉一次 如果你真的 聽起來也沒否認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 初訪這件事情是這樣 初訪我剛剛講說三個層次 一個叫做國家政府的層次 就是像政黨 外交人員 乃至於市政府出去 外交部都會去配合協助 第一個是政黨 政黨就是說 包括你國民黨自己去 他會協助你 外交人員都會去協助你 當然因為我們 我以前的同學想解 在那個駐美代表處 這一次的狀況是真的非常糟糕 所以我覺得 林涛是有必要 要講得更清楚一點 不是說你有沒有去到什麼 而是你確實為難了外交人員 然後你嗆聲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還是要道歉一次 好來貓貓我想請教 因為這個 你是專門研究柯文哲 對不對 那柯文哲昨天 不是昨天 是上個禮拜六 他們有檔慶 然後有這個活考柯文哲 你有沒有讀出柯文哲的內心世界 那再來是 你們怎麼最近一直在針對 柯文哲的錢的那個部分 他們一直都說 我們其實沒什麼錢 很散 可是你發現 他們其實花錢不手軟 是這樣子 那個上次柯文哲 他們的活考科文哲 然後我有看完整 整天有一堆東西可以吐槽 但是我想要重點是要講說 就是黃國昌他有提到說 主席你跟我很像 我們家的地都會 農地都會找出品車場 我想說沒有吧 這是違法的事情 你們就把違法式 當作一個很搞笑的東西在講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是想要說 他們都有違法的事情 然後搞成搞笑迷音之後 小草們就不會在意了 所以我覺得他就把一些以前的 一些他們爛帳 然後今天攤開來 當作是搞笑 笑一笑就過去了 對 笑一笑就可以翻頁了 我覺得他們是想要走這個路線 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昨天晚上就是想 突然睡不著 想要查一下說 柯文哲去年的演唱會的票 因為他不是有一個演唱會8800 然後賣了342張 然後賣了總共賣300多萬 所以我就想說 剛好前兩個禮拜 監察院已經上線了 我就想說那我就查一下 那我查不到 但我查到其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我就有查到說 幫他辦演唱會的那家公司 叫做尼奧公關公司 他就是我找不到這筆錢 300萬我找不到 不知道這300萬的錢 是放在哪個地方 但是這家公關公司 賺了柯文哲賺了3500萬左右 去年柯文哲選舉一整年 他講說他們超級窮 但是他的公關 一家公關公司 是可以賺他3000多萬 然後其實因為旁邊都有寫項目 例如說有提到說 什麼世事活動花了400多萬 所以這個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例如說室內活動 就這一場 這場花了400多萬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值不值得 可以去比較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我就想說 既然都查了 就順便看一下陳志涵的薪水 陳志涵薪水賺很多 他底薪是10萬塊 然後扣掉樓建保 10領9萬7千多 如果有加班費的話 大概就領到13萬14萬 然後他今年1月份領薪水 就是領了14萬多 然後還有一個10萬塊的底薪 所以他今年年終一個月 重點來了 他還領了一個30萬的獎金 選完領了30萬 我想說 選輸選最後一名 可以領30萬獎金 還有年終一個月 選贏不就領300萬 還要年終10個月 因為他破壞藍白河有功 本人在禁總工作 我們確實選贏 我的獎金是0塊 他選輸30萬 然後一個月年終獎金 再加他一個月 所以他今年年1月份領了54萬多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難怪佩琪姐說 退休也要去那邊 現在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 陳少有限 1到11月份全國房地產 不是 而且他用的詞彙非常好笑 他說他要計身 對 我看月薪10萬塊 我是佩琪姐 我退休我也想去那邊好不好 我也想計身在那邊 年終一個月 而且選輸都有30萬 那繼續挖 還有這個是比較好笑 就是去年一直喊說假民調 假民調求證民調 求證民調他們給了求證民調 990萬 近千萬 然後做 這樣是做幾次 因為民調不是一次 大概二三十萬的價格嗎 十幾萬是不是 全國規一點點 你還給人家賺一點 他總共做了 他有九筆費用 九筆費用我不知道是做幾次 然後花了990萬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是 因為柯文哲去年就是講說 等我們選完之後 我們要一筆一筆來檢討 看哪一個偏執最 就是距離現實最遠 有人做了 因為柯文哲不做 求證民調 是倒數第三 正數第19名 這樣子的民調 最不準 沒有啦 還有個木炭民調墊底 木炭民調不是在做民調 他其實就是這樣子問說 你是不是柯文哲 就是這樣子一個街坊 對 木炭最後 然後信傳媒倒數第二 第三就是求證 求證倒數第三 他可以收柯文哲990萬 那個是特效費 特效比較貴 就是客製化 客製化水比較貴 譬如說拍老虎的話是比較便宜 拍恐龍就會很貴 所以我想說 柯文哲原來你也是會花錢做民調的 最後就是那個 最後我就是查出他的 另外一家行銷公司 公關公司叫做那個木可 木可我們翻出來說 我是比較簡單 我就講說 他也花了近4000萬 所以他兩家公司 就花了7000多萬 剛剛古蕾斯就是有加碼 就有提到說 包括說為什麼授權的費用 因為他授權費用是 柯文哲授權出去 應該柯文哲收錢 為什麼授權費用 就是300萬要給他 要給公關公司300萬再加 300萬再加400多萬 加起來1000多萬 所以反而 毛毛你要把那兩筆授權念一下 因為那實在太好笑 我那天有看到 他一個叫做商 你念你念你念 他一個叫做商品授權使用費 一個叫做商品使用授權費 商品授權使用費要300萬 商品使用授權費要300萬 就是這兩個字顛倒一下 對 這不是一樣的東西 沒有這兩筆 然後把它分成兩筆 你知道嗎 所以加起來就600萬 還有那個授權金 授權金這450萬 所以加起來就是1000多萬 我想 哇 柯文哲 你去年一直裝成員 是騙我們的 那麼多錢 雜錢不收 而且民調那麼低的公司 就是正確性那麼低的公司 你可以雜990萬 好 你講這個 因為Grace也有貼 有跟木可相關的 那這一筆帳 針對這個部分 民眾黨就講說 都是幻想文 幻想文 他說 因為他是針對Grace的臉書 但是你剛剛點出來的那個 木可的那個相關的資料 那些數字 他說都是幻想文 然後每一筆的項目 不論是收入還是 我們都清清楚楚 然後沒有證據 就不要胡亂預測 不要寫幻想文 弟哥到蔡德 難道政治評論員 有這麼好當嗎 清清楚楚 監察院的公開資料 幻想在哪裡 我們只是質疑說 為什麼沒看到 什麼8800塊的門票在哪裡 為什麼授權金 可以用花那麼多錢 問一下犯法了嗎 所以我們蠻好奇 你提出來的疑問 那個金錢的部分 你點出來的演唱會什麼的 那個帳去哪邊了 小草也想知道對不對 我們沖粉也想知道 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翁曉玲 林洋沛他說 是中國人的驕傲 其實這個持續都在發酵當中 翁曉玲今天出席憲法法庭 結果記者在關心的 不是憲法法庭 關心的是你有沒有搞仇 你怎麼會主張林洋 是中國人的驕傲 翁大立委說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不然是什麼人 其實國民黨黨主席 在昨天第一時間 他應該可以講話的 他要有立場 他居然是去幫忙打圓場 重點是這樣 這樣一個翁曉玲網友炸鍋 中國怎麼樣在打壓我們台灣 翁曉玲請教你有講過一句話嗎 這也成為憲法法庭李權和律師 用來攻防的一個實事梗 翁曉玲大立委 她的這個大中國立委的思想 不遮也不掩 對國民黨造成的傷害 在認同度方面 在支持度方面 恐怕會嚇跑一堆的選民 想要掌握更多節目精彩內容 記得掃描下方QR Code 訂閱新台灣加油YT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分享精彩片段 明年同一時間 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